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徐孟良先生 欢迎您 徐孟良 北京粮食一位创始人 北京粮食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是一家研发 生产 销售于一体的 高新技术食品供应链企业 公司目前拥有粮食一位和爆胶叔叔两个品牌 致力于新型复合调味料的研发及餐饮标准化设计 同样要欢迎的还有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 欢迎二位老师 接下来我们来和第二现场的嘉宾打个招呼 接下来请出第一位求职者 朱磊 三十二岁 初中学历 现场的各位企业家朋友们 以及主持人大卫老师好 我是来自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 我的名字叫朱磊 很高兴站在非你莫属的舞台 我的音聘学历是爱工作 爱生活 提高价值 欢喜你我 谢谢大家 来 欢迎你 朱磊 你是学播音主持的吗 没有 学过吗 没有 做过主持吗 现在的工作职业是主持 你看 你看看 你看看 但是没有学过 你肯定是干过 能听得出来 说话那感觉有点像 主持什么呀 是一名婚礼主持 小朱只有初中学历 对对对 咱们继续念啊 当时的加低条件不是很好 因为我的是 姊妹三个嘛 两个姐姐 还有我 可能 你是最小的 我最小的 家在农村的时候 那个时候农村的地 不是很好 因为那边农村的地都是 减地 减地容易板结 对对对 就是干到一块一块的 你可以用手去 拿起来那个地皮 就是我们的家乡 它是有一块 咱们中国食用盐 唯一的一个 对 唯一的一个食用盐 这叫什么来着 苟持盐壶 对 对对对 那是我们 我想起来了 就是我们现在吃的食用盐 都是从我们农村 去发往全国各地 它那壶里边那都 产盐 产盐 你就想那地儿那土地 跟青海湖的那个盐 差不多 那所以这个东西 并不能让你们的生活 更富裕是吗 最早在爷爷那个 背法的时间 就是靠这个人工打盐 那个有收入 那慢慢呢 机械化了 人工就淘汰了 那你靠一厢田地 靠这个盐田 就没有收入了 所以好多出去 这个打工的 从我不上学的时候 我就也出去打工了 也出去打工 自己照顾自己了 就是你初中念完以后 你去干嘛的呀 我看你这写着 学电子琴唱歌 因为小时候特别喜欢唱歌嘛 喜欢文艺的这个 喜欢唱歌 对 初学 然后通过亲戚 介绍了我们一位老师 教这个电子琴和声乐嘛 然后跟着老师 去学一下这个手艺嘛 好 我就喜欢唱歌了 你轻唱 你随便唱一个 轻唱几句 じゃ 你轻唱 rudy 在天暗树上 也母 正好 挺 听是听不懂 但感觉唱得还挺好 它就是很自然的 三百当地的民歌 天赋很好 非常好